懂得 爱卵冥王有一个甘露水法 甘露水法 这个很大家想 因为你要到镜子 你一定要身心要清静 这一尊爱卵冥王跟别的一尊不同 他正好坐在甘露坪的上面 你看到了没有 先一个甘露坪 由甘露坪里面长出莲净 莲净开放成为千叶莲花 千叶莲花上面变化出一尊爱卵冥王 爱卵冥王他有六个手臂 六手 一面六臂的形象 还有两只手呢 一只手是拿着念珠 一只手是拿着莲花 另外两只手 一只手拿着弓 一只手拿着剑 另外下面的两只手 一只手拿着金刚柱 一只手拿着金刚柱 你这样就可以观想爱卵冥王 爱卵冥王是由后日所发出来的 莲花是由半日所发出来的 甘露坪可以讲是由先日所发出来的 我也不管过去我怎么讲 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 这个甘露坪花啊 你先把爱卵冥王光想出来 用晝日把它变化成为甘露坪花 用晝日变化成千叶莲花 再用晝日变化成为爱卵冥王 这个时候啊 你把它移到你的头顶上 观想到你的头顶上 那么甘露坪啊 这个有低甘露下来 从它的甘露坪低甘露下来 经过你的中脉 然后充满你的前身 你前身的业障全部消除掉 那个甘露可以观想成为红色的 因为爱卵冥王是红色的 观想成为红色的 那么它则就把你的业障全部清除掉 你每一次做这样子的观想 最顶上做爱卵冥王 再来这莲花连进甘露坪 由甘露坪渗透出来的甘露水 进入你的中脉 到你全身充满的甘露水 然后把你身上的所有的业障的黑气 从毛细孔流出去 流走 这个时候呢 你全身充满红色的甘露 你就清净了 这个是很容易到佛国净土界的 我这次跟大家简单讲 甘露坏 甘露水坏 千万不要记错 这个特别有甘露坪的 爱卵冥王是特别有甘露坪 他坐在甘露坪上面 坐在千叶莲花上面 那么千叶莲花是从甘露坪里面出生的 大家要观想清楚 那底下这一尊 按了没关系 有甘露坪吗 有 大家记得 一定要 这个是甘露 甘露的水的方法 很重要的